歡迎大家看東岸生活誌 我現在是在加拿大的東岸 Halifax 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又想再說一說 關於上一個星期 聯邦政府的財政預算的後遺症問題 亦跟大家說一說一個很概括的觀念 就是財政分配或財富分配的問題 在任何情形都一樣 在民主社會的聲音都是說 如果你要收多些稅 要蒸多些稅 就向有錢的人開刀 Tax the rich Give it to the poor 他們稱之為財富 所以這次自由黨 他們所謂的財政預算 就說公平 Fair All generation 即是公平的稅務 你能賺錢多 就麻煩你 給多些稅 以前也是給多 不夠總要給多 叫很多 叫Loop Holes 有什麼稅務的漏洞 實在是否漏洞 這也是一個疑問 這個好像是羅賓漢式 真是劫富製貧 聽來很有正義感的口號 是否真的劫富製貧呢 首先看看在幾方面 看看財富的分配 有多少有錢人 有多少窮人 如果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最好每一個人都有這麼多錢 做什麼都好 大家都這麼富裕 平均富裕 equal distribution 所有人都做36 不做36 各個國家的財富 平均分配 第一件事 他看財富是國家的 國家來和你平均分配 就是這樣 有很多人 另外一種 有些人以為 我們的財富 有些人賺多些 有些人應該賺少些 但是應該 所謂的中產的人 應該是最多的 最多的人 就是平均的人 大家都是中產 這個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所謂的normal 一個bell curve 一個中的款 這個也可以說 不是那麼實際 因為 是否真的有錢人這麼少 窮人這麼少 賺得是中間收入 中產的 就是最多的呢 這個也不太適合 實在 國家來說 財富分配 收入分配是怎樣呢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chai square 如果你是讀過這個 這個小小的統計學 你都會應到這個的表 這個叫做chai square 在低一些收入 不是說最低 最低的那個 都可能是 收入很少很少的 都不會是很多人的 但是忽然間 有一堆人 就是很多人的收入 就是很多人的收入 在這一段 接著就有稍為 是賺得多一些錢的人 這裡就平了一些 但是一直都有 在這個chai square distribution 可以說是 符合一些 現在 在我們這個社會 的經濟 財富 收入 那個分佈 那麼 頭的5% 就 就是 可以說 都 算是 成功的了 那麼 頭的1% 就是 佔得很少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 頭的5%的人 因為 在我們現在的稅制來說 就算現在 就因為你收入越高 你的稅額 稅率就越高 所以 收入高的那些 是比高很多稅的 這個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你可以查一下 就是 在加拿大來說 頭的5% 收入的人 是差不多 給了 我在前幾個片 都說過 是給了 全個加拿大稅收的 大約是 差不多 是80% 那 即是靠他們 那 這個是很重要的 現在 是不是這樣是好呢 我暫時不說 但是你也要想 你真的不可以說 向窮人 拿很多稅 因為石頭 打不出水 現在不是摩西 即是 你已經沒有錢 那些收入這麼低 你就不可以說 是要 喂 你給多些錢 我 這個根本是沒有可能的 即是 有一些 很左翼的那些 喂 你們 是向窮人 對比 他們都要給稅 但是他們的稅率 實在是很低的 有很多人 認真不可以那些 他們是有資助的 所以什麼 GST Tax Rebate 什麼Carbon Tax Rebate 那些 他們是negative tax rate 的 他們是negative tax rate 要給稅的那些 就一定 已經是向那些 有錢一些 高收入一些的人 就來開刀 那這個就 就是預料了 但是就這樣 那今次 在Trudeau那裡 他就有 這個 這樣的財政預算 就有兩件 是很重要的事 第一件事 他就宣傳 宣傳 宣傳了很久 很久 就說要建多些屋 是affordable的 housing 即是說 是 所謂 平民百姓 可以租得起 買得起 住得起 這個當然是好事 每個人都想安居 落葉 那當然是安居 這個是好事 但是你建多些屋 好 甚麼都好 要錢 還有也有很多 這個disability 又說要給benefit 甚麼甚麼benefit 即是 他是要花很多錢 比以前的 任何的政府都花得多 喂 對了 花錢沒有緊要 你有這麼多收入 你才可以花的 才可以有錢 一來 他就說 借了 但借是要還的 還要一件事 就是 喂 向所謂的有錢人 你要多納稅 理論上 就說 喂 我要加稅 是假的 在他來說 就加是零點幾%的人 就加了 即是很高收入 但那個問題 其實不是說 在他們的收入 來說 你多給稅 今次是要給升值稅 那裡的inclusion rate 是由50% 增加到66.7 即是三分二 那這一段 就是這樣 是不應該嗎 你賺多了錢 你賣了房子 賺了錢 給政府 那是否呢 你也可以說 喂 不關我事 我又不炒房子 我又不炒股票 不關我事 如果你是這樣說 就幼稚一點 為甚麼呢 我會這樣說 就是因為 喂 你炒也好 不炒也好 遲早 都會連累你的 有幾個因素 我知道 尤其是香港來 我也認識 有些新移民 買了房子 好吧 也都 喂 買個condo 租給別人 說得明白 我自己 我的房子 就是我住的那裡 我有沒有收租 我不是收租佬 除了這間房子 我沒有任何的 其他的地產來收入 我亦都不炒 所以我是這麼多的 所以這個 不是說說和 但是有很多 甚麼人都好 香港人甚麼人都好 他們有第二間房子 或者有個condo 是租給別人住的 好了 因為不是他那裡住 如果那間房子 甚麼地 cottage 這樣 是有升值的話 這個升值稅 可能會燒到它 因為25萬或以下 賺了的 升值的 就要50% inclusion rate 即是計你50 或者多過25萬那一節 就要給三分二的inclusion rate 那你說不關我的事 你現在不關你的事 如果你是有物業收租 好了 過得你五年十年 那就賣了 那時候可能就很關你的事 因為一升值 那時候就掠你一撿 那你說 我都不理了 不關我的事 我死的時候才算 那是遺產 留給那些子女 但是這樣 這裏死的時候 到你死那天 這裏的稅 就說 你是當那天 你就賣了它 即是說 那天就跟你埋單 那天你那個物業 你那些股票 甚麼甚麼 是多少錢 那天就要報 就當是要升值了那麽多 那你就要給稅了 那時候就掠你一大部分 即是已經掠你一大部分 現在還要掠多些 那你就以為 我可以留下一些錢 留下一個cottage 讓我的後人可以享用 現在就 然後 喂 你的後人享用之前 稅局 就要問你 喂 麻煩你先給稅 你才可以有遺產 即是要承認那塊地是你的 那你這次 你那時候的子女 是有沒有那麽多錢 去給稅呢 有就沒有所謂 沒有了 這次就大劑了 即是說 你那些子女 隨時 要不就要向銀行借錢 來和你給稅 要不就賣了你的地 賣了你的cottage 賣了你的股票 這樣 來和你給稅 喂 喂 即是給稅不是不應該 但是你說 忽然間 喂 以前就50% 現在就三分二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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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也說 這幾十年前的事 賺到錢 給稅 哎 那就給了 你可以這樣 很大方 很闊路 但是這樣 你還你 但是這個 如果是一間公司來講 或者你儲到些錢來做投資 無論你是自己買股票好 自己做小生意好 即是當是你買股票 投資一些新一些的科技 這樣的時候 哇 你眼光好 你又或者有些技能 有些頭腦發明了一些東西 這樣 你就用了你的精力 時間 投資錢好 時間好 財能好 那 有賺了些錢 現在 無論你是公司 那些gain inclusion rate 現在 就有50% 升到66.7% 這個沒有25萬 這個底線 即是由零 你都要 開始就有 如果是你那間公司仔 或者你投資那些 或者大一些的機構 大公司好 什麼都好 他們想來投資一些的 新的科技 新的什麼的器材 如果是有capital gain 的話 他們由第一元開始 就要include你66.7%的capital gain 實在 你有這樣的頭腦 你有這樣的才能科技時間 但來投資一些東西 是可以賺到錢的 有gain的 一個的政府 一個的社會 在廣義上面 應該是鼓勵這些 這樣的投資 但現在 是的 投資就是你出錢 如果你是有得賺的 他就 掠了你一筆 還要現在 還要掠多一點 那這個 是不是一個好的 社會的政策 是 讓這裡的營商環境 或者 敷然的環境 是好一些 我就不見得了 因為如果我是一間公司 或者我是一些投資者 那我為何要浪費我的錢 浪費我的時間 心機 來投資一些新的東西 可以是升值的 但是一 即是投資輸了 我是100%負責 因為這些是我的錢 投資 賺了 你就掠我 那個升值的三分之二 即是當是我的收入 即是 即是 如果賭輪盤的 輸了 就是我的 贏了 你又不賠 又賠很少 即是賠到 我都不想賭 但現在這個不是賭錢 這個是用心機 用血汗 來投資 無論你是地產好 是科技好 是甚麼 是小生意都好 你即是叫人 不要只叫人 不要說懶 你叫人 不做事 不得已 你還要叫人 花了些錢 算數了 即是 不要想將來 那是否 你是這樣做 現在 在加拿大來說 為何和美國 或者和一些歐洲 譬如德國的國家 為何我們有一個 叫做 Productivity Gap 即是說 我們的生產力 是比美國差很多 就算比德國來說 都是差的 我們是很低的 比德國、荷蘭這些 他們所謂的 比這裏還可以說 社會主義得多的國家 但是 他們的 Productivity 是比加拿大高的 那麼 你現在 打算 如果真的打算 在這個國家裏面 是增加這個國家 國民的生產力 你是不是 還要將 這裏的生產力 或者 叫你不要生產那麽多呢 那這一個 就好一點 這已經是不合邏輯 因為 如果一個國家 真的想收多些稅 政府想收多些稅 讓國民有好一些福利的話 應該 就把這個國民的 Productivity 的生產力增加 因為如果國民的生產力增加的話 他們 大部分的人 都會是 人工就會增加 無論你是中產好 高產好 或者是窮那些都好 他們的收入都會是增加 當每一個階層的收入都會增加的話 你的稅收自然就會增加 你的GDP也會增加 所以立的稅會增加 福利當然就好了 你就不能大派錢 就說自己有 我們福利現在好了很多 那是可能的 但是呢 你負債多了很多 還有你的生產力是增加的 用這樣的代價 這一段實在就很不可以 這個是違反邏輯 還有你的數字是算不可以的 如果繼續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你的負債越來越多 你要給的息就越來越多 即是說你可以用的收入 即是稅收 在人民的福利裏面 就越來越少 因為你用了它來給息 不要說長遠不行 在近期短期都很不行 但是你說為什麼現在這個政府要這樣做 你是不是真的那幫人很蠢 明知道短期不行都會這樣做 因為這些 他就要用借來的錢 即是用選民 將來的錢 來賄賂 想賄賂選民 即是你和我 這個就很不行 但是這樣的話 我第二次選過第二個黨 這個也是有考慮的地方 因為每一個政府 即是在我的印象裡 稅只是有加的 我就未聽過或者聽得很少很少 政府說我們會大減稅的 讓你們這些國民可以享受多一些自己賺回來的勞苦 真的讓你們多一些錢在你的手袋裡 你們可以享受一下 你們可以做多一些儲蓄也好 我沒有聽過 稅通常來說 每個政府 不論你是左還是右也好 加了就不會減的了 所以這段時間就很激 下一個政府 無論是否自由黨都好 沒有了 減稅的希望 減稅的希望 減亡過減亡 這段時間很激 即是說 在加拿大的生產力 就有減稅 不會加的 會不會有好一些的投資環境 營商環境 沒有很多 繼續是這樣 我可以用一個 很活生生的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數字 就是兩個股票市場 你看一下加拿大這幾年的股票市場 即是Toronto Stock Exchange 是真的沒有什麼 說是認真大進展的 最大的那幾間公司 大家如果有看看 什麼Bell Canada 電話那些 Rogers Telis 真的跌到你 大概跌在那裡 這些就是Telecom 如果你再看看 加拿大有什麼科技公司 以前很威風的 Blackberry 我自己也有一個 就算奧巴馬那時候 也抱著Blackberry 在那裡打 Blackberry去哪裏 炸到沒有了 為什麼呢 不是說加拿大的人蠢 就是Blackberry在那裡 但是 不行了 因為 因為 聰明那些人 就算加拿大 什麼都好 都走到美國 因為他們在這個科技 那個創新 productivity 這些環境 是比加拿大好得多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 只是這裡的人工 是比美國低 美國的人工高很多 所以 那些聰明的人 都去美國 是 但是 加拿大也有很多聰明的人 自己為什麼 會不會研發這麼多新東西 這個是大問題來的 因為這裡 這些capital gain 什麼都好 是趕人走的 你的錢不會留在這裡 因為gain了 哇 你拿了我 阿崩打狗 不見了一大決 那就沒有人做 這些事情 虧了就是我的 賺了就是你的 這樣 是沒有人會在這裡 繼續做生意 繼續研發的 我亦都很記得 這個是我親身的經驗 在二十幾年前 即是接近三 即是二十幾三十年前 那時候 這個互聯網 剛剛開始的時候 就 如果大家 高科技的 就知道 什麼叫做HTML 那時候 就不是說用AI 又不是什麼Dreamweaver 不是這類的 要逐項 逐項在這裡打 即是設計那些網站 那 真是很繁複的 做一個網站 還要做得很醜樣 如果你看回 一九九幾年 那時候的網站 那時候 我有個同事 做了一大決的 short cut Windows Windows 3.1 那時候 他寫了一個 program 叫做HTML Pro 那時候 我想大家都沒有聽過 如果真的 在一九九幾年的時候 八幾九幾年的時候 你懂得 怎樣 website design 你們可能會聽過 那時候 他就把這些東西 鋪了上網 那時候 那時候 那個上網 就 是那些 bulletin board 就不是 現在這樣 是 真的 下載下來 沒有的 上些bulletin board 在那些bulletin board 性行 他 那時候 我同事 因為 暢銷 那時候 不知四十元左右 賣一個 四十元左右 賣一個 哇 賺了很多錢 真的 在家裡 真是basement 那時候 floppy disk 如果大家還知道 我是在說什麼 那時候 floppy disk 寄到別人的房子 因為 生意 很好 他連他那份工作 跟我一起 教書 那份工作 就辭軌了他 五早 寧願 他 他老婆 那些 在那個basement 那裏 天天 就在那裏 抄這個 碟 寄給別人 收 那些mail order 那時候是90年 那時候還有那些 叫mail order 是真的 賺了很多錢 那怎麼辦呢 那 生意 什麼 賣了 賣了 就搬了去美國 在這裏 你也可以想得到 這些 那時候 互聯網 那時候 剛剛開始的時候 加拿大也有很多很聰明的人 但是 要是 他們做了什麼 一賣就賣了給 某某公司 自己 可以享受世界 搬了去美國 那就算了 或者 那間公司 不在加拿大也在美國 不知道 我就未在美國做過事 那我就不知道 那裏的營商環境 投資環境是怎樣 那當然是好過這裏 如果不是 每個都走下去 是不是真的 那 沒有辦法 這裏的productivity 是比美國低 那如果你真的要想 不要整天 就只是在想 喂 多開幾多個油礦 那現在都不會開油礦 或者 這些 總之 是有升值 無論是在腦 的思維裏面 升值 營商升值 什麼都好 這個不是 跟我們講錢的 但是 在這些productivity 的升值 來講 我想 大家 都要想想 怎樣 叫這個政府 改變 現在這樣 Robin Hood 劫富濟貧的心態 Tax the rich 有錢佬 總之 向有錢佬開刀 好像 你賺多一個錢 就好像 跟你有壽 這樣的心態 這樣 對我們 大家都不是好